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租金的物价涨幅是否缓解了呢 通胀数据如此重要 对我们的投资又有哪些影响呢 那么今天就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昨日2023年4月26日 澳大利亚东部时间11点30分 2023年澳大利亚一季度CPI年率是重磅出炉 那么该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的通胀 可能已经见顶后开始拐头放缓 因此澳联储5月会大概率 依然维持3.6%的利率继续暂停加息 具体数据来看呢 本次公布的2023年一季度CPI年率是7% 前值呢是7.8% 此外呢更是低于2022年三季度的7.3% 此外呢澳联储更加看重的澳大利亚核心通胀 也是由前值6.9%下降至6.6% 并且这个数据是低于市场的普遍预期6.7%的 但是在本次CPI数据当中呢 我们也发现服务业的通胀呢 仍然不容小觑 警惕薪资螺旋效应 那么本次呢商品的通胀有所放缓 从9.5%是降到了7.6% 那么服务业通胀呢是创下2001年以来最大的涨幅 6.1% 上个月呢服务业通胀是5.5% 其实已经是08年以来最大的涨幅了 当时呢主要是认为可能12月份因为圣诞节假期 那么大家比较多的旅行和外出就餐推动 但是这一次呢增速没有下调 反而继续变高了 这可能呢也是受到一季度有假日旅游 医疗服务以及租金和用餐价格上涨而推动的 大家都知道啊 澳洲的人力成本呢是很贵的 而且最低薪资呢政府也会去逐年上调 那么这个其实在之前呢 已经引发过对于加剧通胀的担忧了 而且呢澳联储呢在之前每一次利率讲话当中 都有不止一次的提醒过薪资螺旋效应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薪资螺旋效应呢 就是因为物价变高 那么大家所要求的工资来覆盖生活成本的 也会更高 那么呢薪资和物价两个就会此消彼涨 形成一个螺旋上升的效应 所以呢尽管本次CPI的数据有所放缓 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关注后续劳动力市场的数据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继续深挖一下 月度的CPI细分数据 那么让澳联储一口气加了十次期的 2022年强劲的CPI上涨呢 背后的三大推手主要是食品 汽车燃料和新住宅建设价格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几个板块是否有所回落 以及本次通胀的具体变化情况 那么细分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最好的消息就是运输的CPI是下降了86% 其中呢汽车燃料的降幅是达到246% 月度的CPI细分数据来看呢 燃料下降绝对是本次CPI回落的主要贡献者 除此以外呢服装和鞋类的通胀呢是下降了14% 文娱教育板块也实现了物价的小幅回落 燃酒保险金融服务月度的通胀本次涨幅是居前的 分别为14%以及18% 食品通胀方面三月涨幅最大的就是食品向下的肉类和海鲜 达到30% 这使得食品通胀8.1%呢较二月是有1%的上升 但是如果和2022年11月以及12月9.4%和9.5%去比较的话 我们认为食品物价确实已经有通胀放缓及稳定的现象 住房数据呢是本次我们认为最有意思的 整体看住房通胀是回落2% 本次呢我们更加清晰的观察热点讨论的租金 新住宅价格以及电力 尽管前期推手呢自主业主购买新住宅价格呢是大幅回落15% 但是可以看到啊租金是较二月依然上涨了10% 电力呢环比也上涨了1% 这说明啊租赁市场仍然紧俏 后续移民的涌入呢可能会加剧租金通胀的担忧 那么大部分人因为租金电力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呢 也可能会要求更高的薪资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提示的薪资螺旋效应 但是呢此外我们也注意到 4月中旬房地产公司FQM Research 他发布了大胆的分析呢 他们表示市场的房屋的空置率可能已经见底 3月的空置率是1.1% 较2月的空置率是上升了0.1% 沿着这个思路的话呢 租房市场的松解会使得租金的通胀下降 但是呢这反映到澳大利亚实际的通胀数据上 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么总结来说呢本次CPI数据反映出前期通胀三大推手中的两个 食品以及汽车燃料呢已经目前没有那么令大家担忧了 那么最需要关注的呢还是租金的通胀 建议呢大家后续可以密切关注房屋市场的空置率 移民潮对租房市场的影响以及劳动力的市场数据 那么消息当日呢ASX利率观察工具显示啊 市场对于澳联储5月不加息的预测概率 从83%直接上升到了100% 所以呢澳联储大概率5月份按兵不动 继续保持3.6%的利率 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大家最关心的市场及相关投资的表现 那么消息公布以后呢受市场对澳联储不加息的预期 澳元对美元一分钟是下跌了0.16% 截至澳股收盘时间下午的4点钟 澳元对美元是下错0.3% 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比较低的位置 澳股方面呢由于隔夜美股三大股指示均下跌超过1%的 当日ASX200指数开盘以后呢是一分钟下跌了31.2% 跌幅0.43% 消息公布前啊累计的跌幅达到0.29% 而CPI数据在11.30分公布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该指数一分钟是涨了7.3% 涨幅0.1% 此后呢是累计涨了0.26% 基本上是收复了早盘的下跌 最终呢微跌0.03% 收于7320澳元 那么因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密切关注澳洲股市的表现 以及相关指数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澳元对美元的短期交易机会 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加转发 谢谢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